人民公正党派系纷争越演越烈 就连常年代表大会的开末人人选 也沦为内斗的战场 就在开末人风波延烧之际 蓝眼一决出一项双赢的方案 让党顾问拿督斯里旺阿兹沙 为公亲团大会主持开幕 而属里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则是妇女组的开末人 暂时缓和了这场纷争 按照公正党的传统 公亲团和妇女组代表大会 都是以联合开幕方式进行 一般是由属里主席担任开幕嘉宾 不过公亲团今年却打破传统 不邀请党老二阿兹敏 而是邀请党顾问旺阿兹沙主持开幕 妇女组代表大会坚持保留给阿兹敏开幕 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 今天在公正党总部召开记者会 向媒体汇报党代表大会的进展时表示 妇女组和公亲团大会的开幕时间 分别落在12月5号和6号 至于母体代表大会 则是落在12月7号和8号 余率在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举行 预计全国将有2617名代表赴会 不过目前还不确定阿兹敏是否会出席开幕 针对公亲团以年龄超过35岁为由 开除永久主席 Muhammed Mijan 以及副主席 Muhammed Lanli 可能遭到社团注册局对付 法米表示不担心 另一方面公正党主席拿督自立安华和阿兹敏不合的传言 闹得沸沸扬扬 最近更有传闻指 一些党员计划在党代表大会上反安华 法米就此提醒所有领导和代表 必须保持成熟的态度 透过适当的平台和管道发表意见 不要违反道德准则和纪律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